大家好為各位介紹下面一張商品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的車型是BWS X4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的是一組避震器 這個是由JS瑞翔所生產設計製造的一個避震器 那這組避震器是一個我們所謂的在瑞翔來說 是一組R級的避震器 那這一組的避震器呢 我們簡略來說就是一個七等款的一個避震器 那基本上的設定是在 譬如說如果是您是有原廠的避震器 做一個小幅度的一個升級 那或者是說呢 原廠的避震器如果故障了 那我們花一個跟原廠差不多的一個價位的一個避震器來說 然後但是JS避震器卻能 這組R級款呢 能提供一個更好的一個這個性能 那基本上的R級避震器呢 就我們看到是影片中這樣子 它是沒有掛屏的一個避震器 沒有掛屏的一個避震器 那像銅身啊 那或者是像這個上下做的這個部分呢 是採用鋁合金的一個製造 那中間的一個部分呢 銅身一個部分是有一個鍍金的一個設計 那上下托盤呢 唯一是我們可以調整的一個地方 那可以調整托盤 托盤如果越往上調整呢 然後彈簧越壓縮的情況之下 就會越硬 就會越硬 那基本上 如果說呢 在這個一般的一個狀態之下呢 在出產一個設定的創造 大部分我們都會設定在大概 70公斤左右的一個這個設定之下 但是這組避震器 雖然是一個比較經濟實惠型的一個避震器 但是呢 基本上是一個油氣混合的一個 雙回路的一個設計 那基本上 所以在這個 不管是回彈 或者是下壓 都有一定的一個水準 再怎麼樣的話 我們相信在我們這個試過之後呢 都會比原廠的避震器更為超值 但是呢 價格方面呢 卻是一個非常經濟的一個款式 那也相當適合說 那我們之前呢 如果你有在改車 那如果說你只是想微幅的一個升級 那非常適合這組R級的避震器 這組R級避震器有蠻多的尺寸 以及蠻多的車型 那從我們的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像 嗯 新進站啊 進站啊 舊站 或者是像雷霆 J-POWER 甚至到擋車像野狼啊 到輩子 一個360的一個尺寸來說 全部幾乎都非常非常的齊全 那像野狼啊 這些全部幾乎都 全部都有 那顏色的部分呢 只有兩個顏色可以選擇 那目前是一個金色 那各位所看到這個是一個金色的部分 那還有一個是一個紅色的一個部分 但是像不管是金或是紅呢 那基本上呢 呃 只有這兩個顏色 那目前其他的顏色是沒有供應的 然後 那不管是金色是一個標準的一個金色 那像 我意思是說 那不會是這種金紅色的 那我們應該是 有時候影片可能會有點色差 那不過呢 在我們所看到 肉眼看到是一個 屬於一個 金色的一個標準的一個金色 不會像是 Olinx金的一個部分 那紅色呢 也是比較 呃 標準的一個紅色 那稍微是 呃 比較 呃 深一點點的紅 那也是為大眾所接受跟喜愛的 那像我們在上 那上下座的部分呢 這個還是 我們金的一個 呃 商品下去做一個 這個製造的 然後 紅深部分呢 那好像 饅頭啊 部分都是以應俱全的 這支避震器基本上呢 呃 在這個 我們常 就是一個屬於一個 呃 基本款的一個升級的方式的一個避震器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超值的一個管制 那下座呢 也是有這個 呃 非常的穩固的一個支撐 那希望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那基本上主泥蛋是不可調整的喔 那只有一個攤簧可以調整 那 非常的經濟實惠 希望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或是可以到賣客 參庫 機車精品來做一個選購 那我們看到 行程其實也是蠻夠 蠻長的 行程也是蠻長的 所以是 相當超值的一組避震器 想辦法我們可以參考看看 或是到我們臉書 我要進行一個詢問 謝謝大家